做一件事情就是 加一個X好了 這個X是代表什麼 等於Input Box 所以這邊打一個Input BOX 然後後面的話跟他講說 請輸入那個 比如說 就是篩選條件之類的 比如說請輸入 業務姓名好了 業務名稱好了 OK 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 使用者應該Input 如果打錯的話 你會發現他沒有變大弦 Input Input Box OK 它自動 如果你自打對的話 應該會自動跳大弦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 它會怎麼樣 我把字稍微放大一下好了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清楚 這邊大概12號字好了 OK 所以我剛剛就做了幾件事 第一個 先把什麼呢 先把那個 如果你剛剛錄字沒問題的話 有沒有 我剛剛就做一件事 就是把add下面有一行先刪掉 然後呢 改這個 就是把這個改到這邊來貼上 然後再來第二個在這邊 這個是3D一個 就是工作表的處理 第二個就是加一行Input Box OK 然後因為我會取得使用者有沒有 他給我的一個變數 那我由這個變數去取代什麼 取代這一個跟這一個 OK 那這怎麼取代很簡單 因為它輸入過來的會是一個字串 所以我就把它怎麼樣 把這個給它改成X 把這邊的名稱也把它改成X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大功告成了 那剩下的部分的話 就請各位自行有時間再加上什麼 註解 應該註解都會吧 註解就是你就是在這邊打一個 單引號1是什麼 然後 單引號2是什麼 反正你就自己在加啦 至於 打什麼內容 其實 以你自己看得懂為原則 不見得一定要跟我一模一樣 以你自己看得懂為原則 然後你會發現 錄句集錄的頻率高 你會發現你越來越看得懂 VBA在學什麼 好 那最後的話呢 沒有問題了 有沒有 你會發現 我們剛剛做的動作都在這裡 這邊是什麼 Ctrl 這個是Ctrl Shift向右向下 對不對 然後這一行是什麼 複製嘛 所以以後呢 反正你就多錄 錄完之後 再來改 這個是新增 新增工作表 然後再改名稱 這個的話是優標放在A1 然後貼上 有沒有 貼上就是這個動作 所以這邊的話 你就可以再加一行 然後自動調整欄寬 就我剛剛特別強調了有沒有 就是什麼呢 Selection 點 有沒有 Column 點 AutoFit 有沒有 就OK了 那當然這是指Column 如果說你 這個是Column是藍 如果你要列的話 就把Column改Rose 不就好了 其實到底都一樣喔 然後優標放在A1 取消選取嘛 再切回來 問題7 OK 然後再怎麼樣呢 再取消Filter 有沒有 這個地方你會發現 頭一定會有個AutoFilter 尾一定會有個AutoFeel的 為什麼 上面這個是 就是 篩選 下面這個是取消篩選 OK 好 然後最後的話呢 你就寫完了 寫完之後的話呢 這個時候來Walk看看 因為我其實沒有做幾個動作嘛 可不可以Walk 來試一下給各位看 把它執行一下 好 這時候跳出來對不對 那我希望怎麼樣 我希望找菜頭好了 看看如果菜頭 如果也可以出現的話 那應該表示這個就沒有問題 不過特別注意 你不要打錯字 因為打錯字的話 它就塞不到了 OK 確定 好 我們來試一下 看一下 菜頭出現了 是不是菜頭呢 沒錯 菜頭就出現了 所以你會發現 做一個查詢系統 很快的 任何的 只要你有資料的 只要你有欄位要查的 很快的 就可以完成一個查詢系統了 這個就是一個查詢系統 可不可以查 沒有問題啊 你以後再怎麼樣 插入一個按鈕有沒有 在這邊加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就是篩選業務 你就把這個名稱 複製一下有沒有 然後再把這個名稱改掉 篩選業務就出來了 以後你要查老王好了 比如說你要查老王 有沒有 然後你就按下去 老王給他 按確定 他就有老王出現了 就出來了 有沒有 很快嘛 但是他注意一件事哦 這個按鈕怎麼樣 記得哦 因為他常常同學 一塞奇怪 變形了 那你再塞還是會變形 那怎麼辦 如何讓他不變形呢 還記得吧 有教過吧 沒有 好 那很簡單 如果你要不要讓他變形 按右鍵 控制向格式 裡面呢 裡面呢 有個叫做 保護 災藥 災藥資訊這裡 請你選哪一個呢 大小位置 不隨 儲存格 改變 OK 按確定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再來找一個 比如說找 找過的不能再找 你不能老王的找老王 為什麼 因為你會發現 他會錯誤哦 OK 所以這個你就要去防呆了哦 也就是說 如果你找到一樣的名稱怎麼辦 那就把它刪掉 再新增 可是我們還沒寫 所以你等一下遇到這個問題的話 你要注意一下 那個等一下我們再處理 如果遇到剛剛的問題 比如咬一咬 按確定 OK 又回來了 你看 按鈕有沒有 不會變了 對不對 OK 好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一下 動作其實比較繁瑣啦 所以請各位看一下講義 或者是雲端上面的這個動作 做完之後呢 我就改了兩個地方 就是第一個是 插入新工作表這個地方 請各位 第二個是 加一個X 這個input box 再去改篩選條件 就完成了我們的查詢的系統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這一招 我覺得你們可以善用 任何的 只要你想要做一個查詢 那就不會這麼麻煩 每次 呃 要要查 那當然你現在我們也只能 呃 查 這個業務啦 可是如果你以後想要去查什麼 查其他欄怎麼辦 很快改一下 把上面的 剛剛就不用再錄製聚集 你把剛剛的東西複製貼過來 改一改就好了 哦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剛剛有遇到的狀況 就是說 如果本來已經存在那個工作表 如果你還在查一次的話 那一定會掛掉 程式會掛掉 所以怎麼辦呢 你要先判斷一下 欸 這裡面這個名稱有沒有存在 如果有存在 那我們就怎樣 把它刪掉 再新增 欸 這樣就不會有問題了 就防呆了 OK 然後還有什麼查詢的時候 裡面沒有放資料 當然也 如果有人沒有出入任何東西 就按確定 當然也不行 諸如此類的 我想各位 可以先試試看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看其他的部分 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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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